我们要来关心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了 特别告诉大家把握在春节之前的好天气 因为从今天开始全台各地的天气都非常非常的好 尤其是中南部的朋友不用说了 在今天温度上看30度 因此呢在这个农历春节之前 大家要大扫除的要洗衣晒被的 可以好好把握一下了 好卫星云土我们就要告诉各位的是 在今天呢整个大环境转而吹偏东风到东南风 因此呢只剩下这个迎风面 包含了东半部地区还有横冲半岛 会出现一点点局部的短暂震雨 不过特别提醒在花东地区的朋友 降雨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 务必要多加留意 好除此之外呢包含整个西半部地区 则是多云道勤的天气形态 温度方面呢也会开始一天比一天来的更回升 好在今天呢这个早晚的低温15到17度 跟之前相比已经明显提高蛮多了 而白天开始呢北台湾的部分呢 高温会来到20到23度 其他地区24到28度 感受上是非常非常温暖的 但是要特别提醒日夜温差也是有点大 南来北往的朋友 还要早出晚归的民众 无必要适时的调整一下衣着了 好未来这几天呢天气状况是如何 我们先来看到从周二开始一直到礼拜四 天气都非常非常的稳定 只剩下迎风面的花东地区啦 还有横春半岛会出现一点点的局部短暂震雨 但是呢从周五开始一直到了周六 受到了东北季风影响水气又稍微增加 因此您可以看到呢 这个降雨的范围又开始扩大了一点点 好礼拜天这一天天气状况也是蛮稳定的 不过呢要特别提醒各位的是 下个星期马上就要农历过年了 在过年之前呢还会有一波的冷空气南下 好这一波冷空气南下呢 威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恐怕呢会一路冷到除夕之后 当然这个距离时间还有点长 天气变化还有蛮多不确定性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加留意了 最后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天气小丁宁 把握好天气洗衣晒被大扫除的朋友 动作可得要快了 不过呢日夜温差蛮大的 而且这一来一往可能会差到10度左右 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要值得适时的增添衣物 另外一个部分在今天 西半部地区整个早晚时分 很容易会有局部雾或是低云的状况出现 尤其是呢目前在这个桃园地区 已经发出了农务特报了 提醒大家交通往返 还有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 好中南部的朋友呢在今天 其实呢空气品质蛮糟糕的 尤其是云嘉南地区 亮起了红色警戒 另外呢中部以南的地区 则是橘色提醒 所以说呢过敏族群的朋友 在外出的时候 口罩还是要戴好戴满 以上呢就是这个小时的气象资讯 提供给大家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